谢谢各位 请坐 您刚才的整个开讲 非常的有这个语言艺术魅力 谢谢 我仔细听了一下 这里面梗很多 比如说两横一竖 我还在想是什么意思 加油干呗 什么灵活的胖子 小熊饼干 紧箍咒 灰姑娘 听到我们一直在乐 就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 我们总觉得 这么大一艘军舰的舰长 应该是非常严肃严厉 但是您平时跟您的 舰上的这些船员们 也都是这么和蔼可亲 贫义近人吗 实际上在工作上 我还是比较严肃的 那肯定 在生活上还算和蔼 但是总理大家都觉得 这个舰长不够严肖 太严肃 每次我们开始批评和自我批评 让我们同志们给我提一件 一提一件 就是舰长太严肃 不亦倾尽 要我赶 有段时间我还真赶 见到人我就对他微笑 结果有一天 一个战士跑到我 跑到我的房间 说舰长 我没犯什么错吧 没有啊 很好啊 那你为什么对我笑 不是叫我微笑吗 舰长 你还是不要笑了 舰的方 舰的方 我还以为我化什么错了 只能用三个字形容您的工作 太难了 不笑呢 大家就说你严肃 一笑呢 大家又害怕 又不敢让你笑 就真的很难拿捏 但是如果我是您的船员 我首先上舰之后 要学的第一门课 就是听懂您的口音 你的相应很 你的相应很 其实我这个湖南口音有点难 湖南啊 我湖南的 我还在想 包括你刚才说 船上我们有飞意识 发现 发现 说飞意识的时候 但是您舰上的这个船员们 都能听得懂您的发号施令 长期生活载期还是可以吧 现在都跟我说 我的前五分钟 应该是全国人民听得懂 第二个五分钟 只能湖南人民听得懂 第三个五分钟 只有越洋人民听得懂 第四个五分钟 就是我们林乡人民听得懂 口音确实比较重 一直想赶 所以您布置任务 就得在五分钟之内完成 我们的各种指挥 现场有效 在您刚才开讲的时候 很多的观众朋友 通过网络给我们发来的 这个小纸条的问题 一位观众说 看新闻说 您和海军是同一天生日 是4月23号吗 您的生日 那这奇妙的缘分 就注定您是要和海军结缘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 2019年4月23日 海军成立70周年的时候 那天刚好是我40岁生日 当时我是带队参加 这个多国海军进度活动 但这里面实际上 我不是1979年4月23日出生的 我过的是农历生日 2019年的4月23号 刚好是农历3月19日 所以这也是一种缘分 我觉得我就是为海军而生的 不管是农历还是阳历 我觉得刚好在那一天 农历和阳历凑到了一天 这就是缘分 是 这位观众说 这个甲板看着实在是令人全身舒服 强迫证人的福音 说我怎样才能去到您的舰上 扫甲板呢 如果你是个青年 我希望你加入到我们人民海军 我们急需要人才 能加入我们海量舰 那是最好 我们的大甲板 不但需要你去清扫 你还可以看到各种舰在机起脚 你应该这么跟他说 你来了我们就放心了 这个甲板就交给你一个人了 我估计这位观众 他以为扫甲板很容易 但其实在您的这艘战舰上 甲板上的工作是最复杂的吧 是最危险 最危险 也是最辛苦的 而且我知道 好像咱们那个战舰上 这个甲板上的人员 都是靠穿着衣服的颜色 来分辨他们的岗位 有五种颜色是吧 对 就各种马甲 比如说我们白色的是安全监督 还有一些指飞 衣服人员 黄色的是这个起飞的 指飞引导的 蓝色的是窗面作业的 保障的 紫色的是在保障站的 油水气垫保障的 油水气垫 红色的是保障弹药 和这个消防神管的 他们的岗位不同 分工不同 这样也这个 协同性来也很方便 接下来还有一个观众的问题 很有意思 海南舰的出现 让它觉得有点惋惜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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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海南省痛失了 为航母命名的权利 看来海南跟航母 彻底无缘了 他还想着 要把海南舰这三个字 留给一艘航母 结果发现被您的 两栖攻击舰给占了 你怎么安慰他 这可是我第二故乡的人 你说这个话 太扎心了 扎心了 我开始讲了 我们其实跟航母 一样的重要 一样的是大国重计 并且国家把第一艘 两栖攻击舰 用海南舰命名 这就是对海南的 重视和厚爱 我们也说 网红舰 海南舰以后 会变往世界港口 也就是海南的一张名片 像航母 他就不可能到处去靠 因为他靠不了 你应该告诉这位网友 今天你对我爱搭不理 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 是 是 是 你就等着看吧 通过我们的实战训练 通过我们在世界各地树立的 中国海军的威武形象 总有一天 你会说 心亏我们的两栖攻击舰 用海南命名了 我们费带 请大家拭目以待吧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现场还有四位青年代表 他们每个人在听完您的分享之后 也都有问题想跟您交流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他们 谁先来 好 小夏老师好 舰长好 认识您之后 感觉生活中 您应该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那么我想问一下 您有没有立志过 这辈子啥时候能集齐七个葫芦瓦呀 七个葫芦瓦还差三个了 也不是不可能的 海军现在的发展很快 以后还有更大更先进的舰艇 等着我去接受 等着我到远海大洋去执行 维护国家权益 我相信这应该不会太远 您是对三娃的感情深 还是更喜欢四娃一点 我别担心您大胆说 反正都是自己家孩子 这是爸妈最怕被问到的问题 对 这确实很难举手吧 但是我现在现任是海浪舰的建造 我肯定现在对海浪舰 投入的经历是最多的 我肯定选择四娃 但是我还是热爱着我的三娃 他也是我战斗中的伙伴 好的 谢谢 那我再问一下 在四娃和您家里的两个娃儿中间 跟那俩比 你更喜欢哪个 说来有点遗憾 说实话 作为舰长 长期是在舰上 基本上是海上没家 按上做客 对自己的两个娃 我这个关心照顾 真的不是太多 主要靠我爱人 我发在舰上的经历 比发在两个娃儿的身上 至少是十倍以上 那就意味着你会错过孩子的很多成长的重要的时刻 确实是这样 我就是那个传说中 到了学校 不知道孩子是哪个教师 接孩子 把孩子进入的那个人 我有一次周末在家里休息 我爱人要我辅导我闺女的作业 有一道数学题 我真不会做 我看着我过去说 闺女啊 怎么三年级的题这么难呢 我闺女看着我说 你是不是我亲爹啊 我都五年级了 我确实不知道 你在家中陪伴他们的时间 少之又少 少之又少 确实说到我的一个软乐了 也是我心里最不好受的 但是我两个孩子都很聪明 都很听话 我家手带得也比较好 所以我尽量把工作干好 用我的行动去感到他们 不理解 后面他肯定会理解 此刻在我们的演播室的大屏幕上 有一张漫画的图片 这好像是您的微信头像 对 我的微信头像 这是我二宝出生的时候 我换的 一直没换 我在海上也可以看看这张头 所以谁能想象得到 一艘如此巨大的战舰的舰长 他的微信的头像是如此温馨的 色彩鲜艳的 充满童趣的一张画 但这是他内心 对幸福的一种向往 因为你们的责任和担当 让更多的家庭 能够踏踏实实地去享受 这种天伦之乐 所以谢谢你们 谢谢 下一位 沙老师好 舰长好 这些年中国海军不断地下水与服役 数量与吨位都创造了历史之坠 我想请问一下舰长 您从您从军送牙中的 哪一些瞬间 或者是哪一些细微之处 可以体会到咱们中国海军力量 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呢 海军墙 这是海军星 这是国营舱 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 世代的处愿 至于细节 比如说富航 我们到了很多国家 比如说到坦桑尼亚 坦桑尼亚有很多华人华侨 我们靠过去后 他见到我们祖国的军舰 确实实非常激动 我记得有名老华侨 89岁 颤颤悠悠 我们搀扶着他走上我们的拳体 行动非常不便 他要走遍每一个地方 看到我们警方参见 这么威武霸气的军舰 他感觉我们中国现在强大了 然后他回去以后 给我们送了好多清菜 我觉得我们海军 必须还要快速发展 我相信我们海军 会越来越强大 谢谢舰长 我还有一个问题 您带过不止一艘军舰 带过很多兵 都说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那么在这样一艘开拓性的舰上 当您兵是不是特别难 在我们海南舰当兵 肯定是有一定要求的 可以说每一项训练 都是以独秒来算的 因为我们训练有一个理念 舰长上只有第一 没有第二 第二就意味着牺牲 我们舰长在训练的方面 每个专业有一个叫天花板工程 也就是在整个海军 世界海军 某一项技能 它的最高纪录多少 我们每个人朝着这个纪录 去努力 并且还要超过这个纪录 你不通过扎实 刻骨的训练 是很难的 但是虽然训练很刻骨 总理我们是觉得是很充实 因为我们平时的各项活动也很多 而且我知道 其实在舰长有一些娱乐活动 是不是可能也都 不亚于地面上的年轻人 我们的娱乐活动也很丰富的 你能想象他们在舰长 还有时装走秀吗 而且是舰长带头走 我让年轻人们见识一下 舰长的平时训练工作之余 他们的娱乐活动 这走秀走呢 大老师这是从哪里找来这么多黑材料啊 你还想看更多吗 别别别别 就是苦痛坐落 我们是要求是这个愉快的玩上 认真的工作 这是我们团队建设的理念 而且从玩的状态 就能看出战士们心里面那种士气高昂 因为你看他们玩的时候那种投入 那种开心 证明他们内心是放松的 是有底气的 对 是有信心的 所以我觉得这同样的状态 在训练当中你们一定也能看得见 谢谢 谢谢 谢谢舰长 我刚才想起这件事情 我刚才想起这件事情 还是会觉得很难过 但是在看到希望的时候 又会觉得很期待 而且很好奇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就刚才舰长您也提到说 您当时参加了这个搜救 所以就想问一下您作为亲历者 在这个搜救过程中心情经历过 怎样的变化 马航搜救虽然过去近八年了 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还历历在目 我记得很清楚 是2014年的3月8日 妇女节也是周末 我们是在早上看新闻 就已经看到了 当时我作为我们军人的敏感性 迅速就把人招回来了 到了晚上接到正式出动的命令 凌晨一点我们连夜启航 高速向泰国湾奔赴 当时通报的是在泰国湾 在那里我们找到了救生衣 救生法等 但是后来意义证明 那不是马航的相关物品 后来又说在安大曼海 所以我们通过马六甲刺刹安大曼海 后来又说在东印路洋 后来又说在南印路洋 所以我们当时一直在高速奔赴 出各个海区 其实我们出航的时候 原来说可能也就一个星期 我们只补给了15天的祖父师 将军一个月没有补给 最后我们还有一些干货 但是我们一直没放弃 因为上面有我们154个国人 这里面含中国台湾艺人 香港艺人 我们得有一个信念 在苦在内 只要有一线希望 只要饿不死 我们就要找到他 把亲人带回家 后来又到了南印度洋 那个地方是相当于冬天 西风带风浪很大 摇摆二三十度 竟然只能绑在悬边 又是风又是雨 冰冷的雨打在脸上 插一把继续搜寻 实际上到了40天以后 这个别的国家都已经放弃了 但是我们国家 后来去了十几艘军舰 还有空军的 我们一直没有放弃 这是我们作为大国的担当 其实这里面生理的苦 对我们来说 我们军人不怕吃 最让我们觉得苦的是心灵的苦 大家知道 一会儿有希望 说在哪个地方发现了可疑目标 我们飞奔过去 非常辛苦的招选 又没有 说不是 就一会儿又是在哪里 我们又过去 又不是 最后导致我们渐渊失眠 后来到了4月底 说马上客气可能在南印度洋 坠入海底 那时候海底水深超过5000米 因为我们没有带相关的设备 后来我们返航了 我们遗憾 但是我们正在努力了 谢谢 谢谢 大家都说军舰是流动的国土 我觉得不管是在海外漂泊的人们 还是在祖国怀抱里的我们 真的有祖国的牵挂和军舰的守护 我们真的特别的幸福 今天想借着这个机会 拜托舰长帮我跟大家转达一句 想跟大家说 祝航安 谢谢 谢谢 保家卫国是我们军人的天主 谢谢你 谢谢萨老师 谢谢大家 所以我在想 刚才这位青年代表的话 也代表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声 真的是祝愿你们在航行 和停泊祖国港湾的每一个日子里 都能平平安安 刚才我们在说 中国海军 包括中国的军队的力量 越来越强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 在任何时候 对于有着和平的愿望 愿意携起手来 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努力的人 我们永远露出的是最美的微笑 感谢吕舰长 抽出如此宝贵的时间 给我们进行了如此精彩的分享 感谢收看这期开奖 下期再见 再见 小微课堂来了 大海总有无穷无尽的秘密 等我们去探索 但如果你想畅通无阻驰骋大海 就一定要了解一下 在大海上的国际通用语言 信号旗 早在18世纪末 信号旗就作为军舰和商船的 重要通信手段 被各国广泛采用 我国海军信号旗 共46面 包括26面字母旗 十面数字旗 三面带旗 六面特种旗 一面国际搭应旗 不同旗帜代表 不同拉丁字母 或数字组成字串 每一面信号旗 也可各自代表一个独立含义 和对应的模式密码 例如 当应邀来访的外国军舰 进入我领海线时 我前出迎接的舰艇主尾杆上 悬挂欢迎旗组 LCB 意思是欢迎 外国军舰访问结束离开码头时 停泊在码头的舰艇 要挂欢送旗 LCB 意思是再见 当然 除了用来发信号外 在某些龙州的场合 比如 节庆 海上阅兵 访问时 军舰会把所有的信号旗 按一定顺序挂出来 以示喜庆 这就是满旗 在2021年4月23日的 集中交接入列活动中 海南舰就曾按海军最高礼仪 悬挂满旗 旗语 在通讯技术发达的现代 仍被使用 虽然通讯效率听 传递距离近 但在某些情况下 其简易低成本和保密性的特点 仍然具备着优势